HELLO 大家好 我是樂兒 今天就來拍一集 R.S.G. SHOP的開箱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影片的話 就記得按讚 分享這條影片 還有留言告訴我 這個系列就可以一直這樣拍下去 首先第一個要說的品牌 我就免得讀了他們的名字 我就會打他們的店名在這裡 第一件就是我身上的連身裙 首先它是一個燈芯蓉的質地 但裡面的質地是有毛巾布的質地 坦白說不是很舒服 有少許多鞋濕濕的感覺 第二點我覺得有代改進的地方 就是這個CALL頸位 一般如果是做樽領衣服 又或者是這種高領的話 最罩的就是膠條鏡會很癢 因為它裡面的毛巾布的質地 我覺得不是用得很好 再加上那邊緊 所以其實這樣穿得久 整條頸都有痕癢的感覺 第三點就是裙子也偏短 以我身高來說169 是剛剛很蓋過我的臀部的位置 所以如果比我高的女生 不用想了 這條裙子是對你來說太短的 但如果比我低的女生 反而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條裙子 是真的超級漂亮的 它的Cutting 還是它本身的版型 我覺得拍照 還是出去都是非常 elegante 而且很好看的 第二件就是我身上的一件 非常適合去晚宴 或者去一些很grand的地方 穿的這件小黑裙子 這條裙子沒有拉連的 完全是過頭粒 長度要比剛才那條裙子再長一點 所以它的長度我是挺滿意的 然後整件衣服我覺得是很fit我的身形 是剛剛好 換成腰的位置 手長的位置 還是三長的位置 都完全剛剛好 所以這條裙子 我比剛才那條裙子要喜歡很多 第二就是它的質地 這個黑色是一個湧的質地 但是又不會說很局促的感覺 因為本身這種質地是沒有什麼彈性的 但是因為它的Cutting剛剛好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太大的彈性 都可以的 再加上這個 是搭著一個透視的網狀的手袖 我自己就覺得這條裙子 穿去吃晚餐 一定是很好看的了 拍照的 我投的送貨過來 是同一用一個這樣的包包 我買了兩條裙子 那兩條裙子都會在同一個袋裡面的 辦保一些東西 就是一件衣服就在我的袋裡面 另外他們的衣服 所有的蜜頭都是用他們入貨回來的那間廠商的蜜頭 他們就沒有轉了做自己這個牌子的蜜頭 如果大家喜歡這些類型的衣服 都可以去他們的IG看看 好 接下來是第二間店舖 就是IG在用十幾萬粉絲的 發貨的速度真的挺快的 而且它的包裝也很用心 所以這一點我自己覺得是非常欣賞的地方 這件就是我身上的這件紅色的垃圾衣 它其實是一個假兩件的設計 裡面就是一個背心 然後外面就有一件垃圾衣 就好像兩件一樣 但其實它是一件 你拉多一點下來 這樣拉一邊不拉一邊這樣就可以 或者兩邊拉下來也可以 或者想保守一點 這件衣服是質地超級舒服 這件衣服其實我覺得是挺考驗 那件衣服材質的一個衣服的種類 而這件衣服是超柔軟 超舒服 很軟很軟 所以它是舒適感 我給100分的 真的 而且它顏色上面的選擇不太多 我這件就選了一個Burgundy的顏色 再配這個設計比較優雅一點 看下去 接下來都是在他們的店舖買了一件下身的 其實我自己就不是說很喜歡在網上買下身的東西 因為始終紅色不適合那個尺寸 但是我買的這條裙褲 它是超級美麗的 首先它下面是一個橡筋斧頭 所以就算你吃飽了也好 你不會覺得很緊 是我覺得它這條裙褲 它的扮演也蠻好的 蠻修飾到我的身材 材質方面容易少少塗的 所以可能每一次洗完衣服都一定要剃衣的 那整體來說 我對他們這次店舖買東西的經驗是蠻滿意的 而且我收到的衣服的質素 我覺得是很不錯 而且價錢又不貴 這個店舖我覺得是 真的有它這麼多人追蹤的 另外就是一間比較有發飾感覺的店舖 首先第一件就是我這件上衣 其實我也不確定是不是這樣穿 因為我剛才在廁所都搞了差不多半個小時 在研究這件衣服 但是怎樣穿的 但我看了這張model照片 應該是這樣穿的 它是這種不扔不掉的 又是這種很假兩件色的衣服 這件衣服大家買到 買到後應該也要少許時間去研究一下 我應該是怎樣穿 我剛才也研究了一會 那就是垃圾 這個垃圾沒有剛才紅色那件那麼舒服的 但它這件也完全不刺 而且白色本身是很顯肥的一個顏色 但這件我也覺得它沒有特別顯肥的 針織方面 它是這種粗的針織 粗針織是真的特別容易顯肥的 但我覺得這件可能因為它有設計了一些孔 這裡有一些孔 然後它呢 這裡有一個扭結 有一條扭結 雖然就沒有所謂 因為我真的很顯肥 第二件就是我身上的這條半身裙 就是一種小香蜂的感覺 它也很好的 那它也是有在配備的粒粒給你 以防萬一粒粒掉了 你都可以把它弄好 那這條長裙呢 我自己覺得挺滿意的 無論是它的cutting方面 還是它穿上去的感覺 雖然它是小香蜂 但它不會是很亮的那種 它是白色和黑色的 而且它的裙尾還做了一些魚尾的設計 這條裙我覺得不怕 我真的穿得太隆重 所以我好像今天敢跟一條 跟一件白色的衣服 我都覺得是可以搭配這條裙的 如果是偏比較有肉的女生 都可以選到適合的裙子 我還有買到一條短裙 都好像小香蜂那樣的 但這個它沒有一些針飾格子 它純是一條白色的半裙 這條裙我覺得是超級美 無論是搭配上班 或是去約會 或是穿戴的時候 我覺得都可以搭配的 而且它的質地也是非常好 版型也很美 除了這三件衣服 其實我還有一件上衣的 一件娃娃嶺的衣服 但因為我忘了帶過來這裡 我又再過來拍一次 所以我唯有放圖片在這裡示範 那件是非常有髮色復古的那種感覺 因為它是一個娃娃嶺 再加一個黑色的蝴蝶結 所以整個感覺是很髮色穿搭的 如果大家喜歡髮色那一類的穿搭的話 可以看看那件衣服 因為那件衣服絕對會令你整個穿搭 看上去很加分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其實IG購物是想我開心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這條影片都應該來到這裡了 那麼喜歡記得訂閱我這個頻道 我們就下條影片再見了 拜拜